歡迎收看小明星期間 課程的第一單元 是由一個實際的出席率與二一退學制案例 向各位介紹三個部分 一個是公法 狹義公法與民法的區別 其次介绍宪法保障基本权利及基本权利的限制 最后我们讲案例问题与解析 这个案例和大学生活有关 所以我运用中正大学的校园景象 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对大学以及通试课的一些 简单但是可能是重要的概念 这个图片所展现的是中正大学总图书馆 这个建馆位置我们认为是全校最好的位置 因为它视野广阔 当初建校的时候有人建议校长在这边盖行政大楼 因为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办公 肯定会升官发财 但我们创校校长林青江先生认为 如果是一个会让大家飞黄腾达的好地方 那么应该供全校师生使用 而不是仅供某一些人升官发财之用 而全校师生会共同使用的地方 应该就是总图书馆 所以在这一个全校最好的地方 盖了中正大学总图书馆 我们中正大学的学生或者因为这个课程 而跟中正大学结缘的各位朋友们 我和各位分享我们创校校长林青江先生的胸怀 我们缅怀林校长创校当初的想法 也希望在这个课程有缘的学生朋友们 能够记住我们大学的使命 我们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 我们在这边追求知识 培养自己 除了培养自己之外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立即立人 把我们所学贡献给社会 最好的不是自己独享 而是要和所有的人共享 其次我们这个图片所展现的是 中正大学接近学校中心的地点 有一个这样的喷水池 这个喷水池的设计和时间有关 它每准时 每定点准时会喷水15分钟 而且旁边的这一些柱子 其实它有12个代表12时程 每一次我经过这个喷水池 都会想一定要善用时间 因为善用时间是大学成功的关键 可能也不只有大学生活成功 而是整个人生能够好好经营 成功的关键善用时间 希望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提醒自己 我们要如同这一座喷泉一样 规划时间善用时间 有活力的把我们的大学生活 好好运用 接下来这张图片是我们中正大学后山 中正大学后山有一些小径 可以去散步 每一条小径都会衔接着另外一条小径 每一次我在这一个小路上散步 都会想这个很像我们知识领域 每一门知识像是一条小路 而一条小路会接着另外一条小路 就如同每一个学门领域 它会接向任何不同的学门领域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的 学门知识所能够解决的 通事教育希望培养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有跨领域的涵养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知识的小径上漫步 适时的和别的领域衔接 有好的涵养 广阔的涵养 以后可以群测群力解决 复杂的问题 最后这一张图片 后面的建筑 这是我们中正大学的大礼堂 单独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 前面这一个 有一点造型的 其实它小小的是一个树人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树人碑 单独看他们其实都不怎么起眼 可是摄影师取了这一个角度 使得我们的大礼堂看起来很别致 而这个树人碑也非常的明显 单一门学术领域的知识 有时候确实如同方才所说的 并不怎么能够发挥极大作用 去解决复杂的问题 但是集合不同的知识领域 每一个知识领域都会相得益彰 能够解决复杂的困难的 现在或者未来的问题 通识教育 非常重要 它开启我们不同的领域 用心取景 处处美丽 不只是在真实的建筑上 希望我们在 知识的追寻上 也能够有这样的 能力跟际遇 刚刚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场摆之后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知识讲解的部分 首先我们应该要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否赞成二一退学制 请各位思考一下 在课堂上 我们会做 这个部分的同学发言 那如果是看我们录影带的朋友们 也请您 思考一下 可能您可以在这里 中断一下 您的观赏 自己想一下 您的理由是什么 您赞成 A B C 或者您有其他意见 是什么理由呢 而相关的一个 案例 这个案例是参考 李慧中教授 早年写的一篇文章 在我们的 阅读教材里面 有相关的呈现 这个案例我把它念一下 真讨厌老师规定一次未到扣学期 总成绩5分 依此类推 学生好大尾 期末原始成绩 71分 但是因为他三次点名未到 因此被扣总分15分 总分15分扣下来 他的总成绩成为 56分 不及格 因为这个课目不及格 好生 该课不及格 而遭二一退学 好生主张 其中一次旷课 是出席校务会议 有工价单可以证明 但是曾涛燕老师 拒绝承认该工价的效力 试问好生应该如何救济 在法律我们讲到救济的时候 要考虑程序面 和实体面 程序面就是 一个途径 他要向哪一个单位 去进行 这个救济程序 实体面 是有没有真正的理由 可以去 说服 救济单位 变更原来对他不利益的 那一些决定 或者处分 程序面 如果是狭义工法事件 最后 他会到行政法院 如果是 一般的 民事或者刑事事件 他是在 一般法院 由地方法院开始 然后 可能到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所以他的途径是不同 因此我们首先就要去区别 我们的 案件是属于 狭义工法的事件 或者属于 民刑事事件 因此等一下我们要 介绍 什么是狭义工法 什么是民法 什么是刑法 那如果途径 决定了 之后 我们这个案例来说 他实体面 可能可以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 二一退学的规定是否合法 很多学校有二一退学的规定 二一退学制的规定 每个学校的规定 都是合法的吗 如果二一退学制的规定 根本就不合法 不能对学生有这样子的规定 的话 那么好生 应该就不会被二一退学了 那其次如果说二一退学的规定是 没有问题的 教授可以不承认 工价单的效力吗 最后 以出席率作为评分标准 是合理的 合法的吗 这三个 实体上的理由 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 可以帮好生想出来 有增值空间的理由 也是我们在 这个案例里面 要向各位介绍的 法律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 公法 狭义公法以及 民法的区别 如果有人问我们法律 大略区分 可以区分成几个范围 我们可能会说 可以 最大略的区分成 公法 以及司法 这两个范围 公法是指规范国家公权力行使的 法律 而司法 它是不涉及国家公权力行使 规范私人之间私层次法律关系 这样子的法律 叫做司法 跟私人之间 的私层次法律关系 有关的 是 我们日常生活 很多都是 我们去超商买个东西 或者我们向 电脑公司订购50部电脑 或者行政院 向电脑公司订购 100 台电脑 行政院虽然是 行政机关 公务机关 但是在买电脑这件事情上面 它并没有动用到公权力 我去买电脑 个人去买电脑 和行政院去买电脑 这个都是一个 和公权力无关的 不管主体是谁 不管买的人是谁 买卖 它不牵涉 公权力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 司法的范围 如果是公法 它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那么我们又区分为 狭义公法 狭义公法就是刑法以外 规范国家公权力之行使 最常见的就是 宪法 以及各式各样的行政法 例如税法 依据税法 有一定收入的人民或者机构 他要缴交所得税或者营业税 各式各样的税 为什么我要缴税给国家 这个就牵涉到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为什么这边说 刑法以外 其他的 这一些宪法 行政法是属于狭义公法 因为 刑法 是国家刑法权发动的依据 刑法规范国家刑法权的发动 所以刑法它是属于公法的范畴 但是因为刑法 它是属于国家刑法权发动的 一个法规范 所以他要 特别的 一些原理原则 和宪法行政法的原理原则 有所不同 因此在公法里面才把刑法特别区分出来 那把刑法区分出来的其他部分 我们就称为 狭义公法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的范围应该就是 宪法以及 其他行政法的 领域 我们区分为这三个部分 是因为它的原理原则不同 我们首先 写在最下面但是首先介绍的 司法部分 因为它和国家公权力 的行使 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允许 彼付原引 彼付原引的意思是 如果法律有漏洞 法官或者 运用法规的 公务员行政官 可以自行 补充法律漏洞 各位应该都听过 法官造法 事实上 行政官也可以造法 这个就是 彼付原引 如果是刑法呢 刑法因为这个是一个 处罚 发动对人民 国家发动对人民的刑罚权 他 最严重的 死刑会剥夺人民的生命权 其他的 做老是剥夺人民的 这个自由权 或者罚金 这个是剥夺人民的财产权 所以他要比较严格的被限制 所以这边是禁止 彼付原引 而 狭义公法的部分 我们说 他也是允许彼付原引 可是他跟司法领域不同的是 司法领域 如果有 事宜 有法官造法的漏洞 法官都可以去 补充法律漏洞 但是狭义公法 如果他有漏洞 那么必须 看 他是不是侵害人民的权利 如果他 侵害人民权利的话 司法官 或者行政官 没有办法 自己补充法律漏洞 必须送回 立法机关 如果这个漏洞 是属于 可以增进人民权利 或者至少 不侵害人民权利的范围 在狭义公法领域 才有可能 由法官或者行政官 做法律漏洞 补充 所以这三个领域的区别 除了我们方才所说 狭义公法 的 救济途径 和民刑法不同 之外 在彼付援引的 范围使用上 他也是 这三个领域 有不同之处 什么是法律漏洞的补充 我们在往后的单元 会做详细的 介绍 关于 彼付援引 或者我们说法律漏洞 补充 感谢教育部 让我们 能够用图示的方法 向各位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如果我们把使用法律制度 比喻成 骑 脚踏车 当法律运作很顺畅 如同 我们在骑一辆很舒适的脚踏车 我们就 好好的使用法律 我们就 一路顺畅的骑下去 但如果今天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 发现 坐垫 太低了 骑得不舒服 那就犹如我们在使用法律制度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没有 规定的很好 他发生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法律规定的不好 我们可以送回立法院去修法 就如同我们可以把脚踏车 迁到脚踏车店 或者送回工厂去修理 那这个 废日耗时 往往没有办法立即解决问题 没有办法立即因应我们现在所要处理的案件 所以 以脚踏车来批语 只是调整座椅的高低 它并不牵动到整个脚踏车的结构安全 所以调整 坐垫高低 这个通常我们就会自行调整 调整高一点 调整低一点 法律制度也是一样 如果法律的漏洞 不牵动 整个制度 它是在原来设计的 体制里面发生问题 那么我们往往依循 方才我们所介绍的 在司法领域 或者在狭义公法领域 是允许执法者 使用法律的人 执法者 法官或者 行政官 自行去调整 也就是 自行去做法律漏洞补充 法官造法 那这个 因为 我们刚才说过 司法或者狭义公法在不会侵害人民权益的范围内 由司法者自行解决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办法调高低 我们也可以调皮的站着旗 或者说这个 退到后面的这个 座椅上我小时候就做过这样调皮的事 不坐在座垫 而是退到后面的这个债务架上 把脚伸得很常去骑 我们能够解决我们骑脚踏车的 问题及时解决 那我们就及时解决 不一定要送回工厂去修理 但是有时候脚踏车的问题很大 就如同我们法律的漏洞 牵涉到架构性 如果说脚踏车的问题现在是 整个车胎坏掉或者说甚至是整个轮胎 歪七扭八 通常我们没有办法自行更换轮胎 那我们就会送回脚踏车垫 甚至送回工厂 就如同有一些法律问题 法律不足的问题 他必须送回立法院去 重新立法 什么时候是由法官 或者行政官 自行做法律漏洞补充 什么时候应该送回立法机关 去重新立法 这个 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理论 我们在往后的单元 会详细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这个案件的 法律关系定位 学生在大学上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公法关系还是司法关系 如果是公立学校 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简单 既然学生是在公立学校上课 那这个学生和学校的关系 是属于公法关系 那如果是私立学校呢 私人心学 这是私人的学校 学生在这边读书 这个学生 跟这个私人学校的关系 是公法关系还是司法关系 我国向来也都认为 它是属于公法关系 这是因为 不管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 最后学生取得学位 这个学位是国家 是教育部颁发的 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所颁发的 都是 国家 的 学位证书 也就是 国家授权给私立学校 让他们兴学 让他们 颁发 国家的学位 所以不管公立 或者私立学校 他和 学校 这些学校的学生 他们和学校的关系 都是属于公法关系 那我们要先探讨它是什么关系 最主要就是要去寻找它的 救济途径 我们刚才已经确立了 不管是公校或私校 学生和学校的关系 都是公法关系 因此现在 学校把学生退学 学生要寻求救济 通常他会先向 校内申诉 校内申诉单位是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 在这里如果没有办法透过申诉 得到学生想要的结果 他可能可以再向 上一级的教育部 宿院 如果还不服 那么他在网上 就到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这是一个 救济程序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这个案例的好生 他要 寻求救济 他应该就是寻这样子的 救济途径 所以他可能首先会到学校的 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 而他的实体理由 由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现在就先来探讨 第一个实体理由 二一退学的规定 是否合法 是否是否在学校 是否在学校 从此人的学校 成交执行判 最后的身边 都是进行的 词词 中文字幕 在学校 中文字幕 在学校 教学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